我要感谢所有投票给我 并支持我的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并将尽我所能 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伊曼妮尔·马克龙 在法国总统大选最后一轮投票中 获得巨大胜利 那么市场如何反应呢 我祝福我们的国家 法国正面临巨大的挑战 我也祝马克龙好运 此外我还要感谢 支持我的数百万法国人民 也感谢那些在竞选中 与我一起努力的积极活动人士 法国内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在几乎叠算完所有投票之后 马克龙得票率为66.06% 而马尼勒庞仅获得不到34%的投票 在勒庞成任败选后 伊曼妮尔·马克龙向他的支持人们 发表讲话中提到 我知道很多人表达了愤怒 担忧以及疑虑 我将会在接下来五年的时间里 竭尽全力 让他们没有理由去投票 支持极端政治家 这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被市场所预料到 周日晚间市场开始以后 欧美对会价跳涨至六个月以来的高位 然而随后在投资者们意识到 马克龙面临很多问题带解决之后 早盘该队下跌了约3% 当选总统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包括终结高失业率 经济增长缓慢 应对困扰该国的恐怖主义威胁 恢复民众对政治制度信心等 接下来六月份即将举行的选举中 公民们还将进行两轮投票 选出577名议员 政治科学院教授米尼克·雷伊尼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现在马克龙面临的最大挑战 就是赢得国会选举 在法国的制度下 如果他赢得少数席位 权力就有限 只会是一个宪政的代言人 而如果获得多数席位 那么他将拥有第五共和国 授予总统的所有权利 周内伊曼尼尔·马克龙 就将作为总统宣誓就职 本期新闻回顾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